如果您有到这个小火锅店来用餐的话 要注意这个火的颜色到底是什么颜色 这是台中有民众来到了冯甲的火锅店用餐 他先是发现瓦斯屋的炉火变成奇怪的绿色 接着锅子就开始烧了起来 下的附近的客人超过10个人赶紧逃生 还好消防队立刻来到现场控制住了火事 那么事后消防局也根据当事人的书法来研判了 就特别提到如果是这个绿色的火焰 就有可能是炉炬是阻塞 氧气量不足 所以导致原本应该是蓝色的变成了绿色的 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要赶快关闭来检查 如果火焰呈现黄色跟红色的话 有可能是使用的瓦斯或天然气油泄漏的情形 没办法完全燃烧 所以民众看到的时候也要特别留意 避免发生危险 整锅粒粒歪歪全部烧起来 真的变成了火锅 还有桌下方的瓦斯管线也在冒烟 甚至也冒出火光 顾客们赶紧后退 还好消防员到场立刻扑灭火事 没有延烧也没有人受伤 火锅起火地点是在台中 这间位在逢甲的火锅店 民众事后将影片泡上网 说本来想要灭火 但火越烧越大 很庆幸大家都没事 可能是有人移动到管线 然后让管线有那种微小的陷漏 我们先求不停用二楼的附队 业者研判可能当时管线有陷漏才会失火 消防局则根据当事者转述 说一开始看到火焰变成了绿色 研判可能是瓦斯炉炬也出现问题 不只火变率要注意消防队说 如果火焰呈现黄色或红色 也代表了瓦斯或炉矩出现问题 消防队说瓦斯炉点钊正常的 应该是呈现蓝色的火焰 民众如果在使用时发现 火焰的颜色异常 就要立刻关闭请人检查 避免发生后续的灾害 我是新闻五连销约 无一者台中报道